在这个bind的方法里面用一下this的get微信session 把gscode交给这个方法 给这个方法返回的东西的起一个名字可以叫做session 然后再去返回这个session 回到小程序按一下这个对话框上面的确定 小程序得到登录门以后会去请求我们定义的微信接口 接口会用bind的这个方法来处理 在这个方法里面会用到get微信session去向微信的服务端那里面去请求用户的登录的状态 在控制台上面会输出得到的这个响应 data里面的数据呢其实就是后端服务用get微信session得到的那个用户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因为我们把它得到的响应又返回给了小程序 这里面会有一些属性比如说cookies,file name,headers等等 我们真正想要用的那个数据呢其实是在这个data这个属性里面 注意现在data这个属性里面的值是json格式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下 回到后端服务接口 在get微信session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ession 它的值可以去用一下json decode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response里面的body 第二个参数可以把它设置成true 意思呢就是去使用关联数组 再返回这个session 回到小程序刷新一下页面 再按一下确定 这回呢返回的就是转换之后的数据了 正常的状态下 微信服务端会返回两个东西 用户的openID 还有用户的sessionkey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